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喝的咖啡 这个咖啡是我一次偶然在当趟的一家咖啡店喝到的 非常的好喝,那我回家就研究了一下 这个做法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方便 可是做出来又有很高大上的感觉 如果在家吃个蛋糕喝一款这样的咖啡 真的是一种享受哦 想看的小伙伴就继续看吧 主要的原材料就是奶油、砂糖 然后还有香草精 然后等一下要煮一些热咖啡 宝宝有一点炒,不过没关系 首先呢我们就是把鲜奶油打发 然后加一点点香草精 然后加一些糖 我不喜欢喝的特别甜的,所以我的糖有加很多 这个糖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做 然后呢就是打发鲜奶油的过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但是还没有到的那个状态就可以了 它还是有一点点流动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煮咖啡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煮咖啡 可以选择漂亮一点点的杯 这样喝起来呢会更加有质感 你看它奶油是在上面浮动的 咖啡在下面 我们来尝一下 好喝 因为它的那个回味是有一点点苦的 然后呢奶油是香甜的 它是两种味道入口 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回味无穷 有空可以试一下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个赞 订阅转发加评论呢 我是Min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